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罗杰斯主席 28号美国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罗杰斯一行九人 会见总统蔡英文 这是近期内规模最大的美国国会访问团 总统蔡英文在致辞中 总统蔡英文在致辞中强调 台湾作为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 无论在经济或国防领域都会跟美国持续合作 守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但这些话对岸显然听得刺耳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另一方面就在美国议员访台前夕 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参议院版摘要点名 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对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构成持续挑战的头号对手 并指出将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培训等相关计划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就在大陆方面出言反对的同时 美国五角大厦周四宣布 国务院批准两批分别对台出售弹药和后勤支援的军售案 总额4.4亿美元和台币近140亿 TV新闻 柯胜雄 庄志伟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